New York, Juliet, Juliet Take me somewhere, Take me somewhere else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威尔,回来啦 今天呢就是终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2023的年度爱用了 我之前每一年的那个年度爱用都是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然后今年呢我就想说可以边讲解边上脸 用我今年的年度爱用彩妆换我今年最爱的这个妆容 还是要就是惯例的声明一下 我的年度爱用视频是不含任何形式的合作推广的 都是我自己日常真实爱用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的肤质呢是大干皮 像底妆这种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肤质 好那我们就回到素颜开始来画我脸上的这个妆 欢迎回到素颜S 我现在是已经涂好了水乳 那我就按照我日常的那个上妆顺序一步一步的给大家上脸分享 但我可能每个品类选出来那种爱用品不止一个 所以今天就是上脸一个 然后其他的在跟大家简单讲解这样 我每次上妆的第一步都会先碰一个喷雾 今天我比较爱用的喷雾就是这两瓶 你们看就用的还蛮多的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看我分享过非常多次 它喷在脸上整个脸就是会像上了一层乳液一样还蛮滋润的 这海兰之谜的它就会更加清爽一点 我觉得是那种让你提神醒过来的效果特别好 我除了在日常上妆的时候比较喜欢用它 还有就是我剪视频的时候就剪了头和脑胀 这样我就会喷它 它是那种玫瑰味的 非常的好闻 我今天就用这个吧 它虽然很便宜 但是它的这个喷头真的做得很细 这样稍微拍一拍整个脸就会比较润 下一步呢我一般就是会上眼部遮瑕的 没有新产品还是这个 真的觉得眼部遮瑕没有比它更好用的 每次用的时候真的只需要挤非常非常少的一点点 它是有点那种偏橘色的 像我现在买彩妆 尤其是这种底妆类的 我只要发现一个好用的适合我的 我可能就不太去换了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它这个颜色有点太橘了 但因为我们后续还要再上那个粉底液和提亮 所以它是可以把这个颜色盖住的 就拿这个粉扑稍微给它拍均匀 也不用拍的特别匀 随便拍一下就可以了 粉扑我最爱的依旧是这个腰质的蛋黄派好像讲 每次用之前都是先把它打湿 再用纸巾把它水吸干 这样的话它就是既不会很吸粉 而且上出来的那个底妆也会更服贴 下面就是粉底液 就我今年爱用的粉底液 是这两瓶都是香奈儿他们家的 1号红山茶 还有一个是这个金砖粉底液 这两个都是我的第二瓶了 就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两瓶哪一瓶更好用 这两瓶它上脸的妆效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的精致细腻服贴 1号红山茶我就会更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用 持久度会更好一点 金砖呢就会更加适合秋冬季节 今天就还是用这个金砖 我每次上粉底液都喜欢这样给它全脸铺开 再去拍 所以我就有点用不习惯那种素干粉底液 拍开之后都会习惯再喷一个定妆喷雾 我今年比较喜欢用的定妆喷雾就是欧莱雅的这个 它不是那种超持久控油的类型 是会让你的底妆更加的融合 下面就是遮瑕体量的部分 这个Hourglass的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都已经是我用的第二支还是第三支了 今年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遮瑕 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是Laura Mercier的这个 相对于Hourglass来说我觉得会更润 今天就左右分别来上这两个品牌 这边用的是Hourglass的 这个它的质地更加轻薄 所以就更适合那种眼下很干 很容易卡粉的大干皮 拍开之后那种提亮的效果 没有Hourglass那么的明显 这边上的就是Hourglass的这个 你们看Hourglass的这个提亮效果 这就立竿见影 最近不是广州开始进入回南天了 拖完地妆那个地真的是半天都干不了 再用Cottom这个色号来遮一下 一些比较明显的瑕疵 局部比较明显的逗印瑕疵 我很推荐大家用这种绒面粉铺 它就会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遮瑕力 我的底妆一般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这样你的那个妆容看起来才会更精致嘛 我今年最爱的散粉就是Mac的这个 紫色的这一盒 这个粉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细 柔胶效果非常好 而且因为它是紫色的嘛 所以上脸之后就是会有 轻微的那种提亮效果 这个三分我觉得也是会更适合我这种干皮 它上脸之后不会有那种很拔干很控油的感觉 会让你的妆效看起来很雾 用的最多的一个修容就是橘朵的这一盘 这个灰棕色就很适合修鼻影 然后这个颜色就更适合做面部修容 但我面部修容的话就直接把这两个颜色混合 着重修一下颧骨还有下颌骨 稍微扫一下额角啊 发极限 鼻影呢就用这个颜色 看起来就是那种很自然的骨骼阴影的效果 手动塑醒一下 大家在修鼻影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就在鼻尖下方你可以这样往上扫 这样的话你这个鼻头的高光点就会往上一点点 视觉上呢你的中屏也会缩短一些 人中就少来一点点就够了 要不然会很像猴子 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想说 天哪怎么化一个底妆这么的困难 对我平常就是这样化了整个大便脸 我自己最爱的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 就是彩糖的这个三色秀容盘里的这块白色 前几天又被我摔碎了 所以呢它就下岗了 立刻又去买了一盘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出一块单色 白的很自然 跟你整个的那个底妆会融合的很好 就涂的比较多也不太容易卡粉 这个颜色就比较适合精准体谅 可以看到我眼角这两边的凹陷 你们看立刻就饱满了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真的是我脸部平整度的秘诀 哪里凹陷涂哪里 轮廓修饰就完成了 今年妆容新增了一个步骤 就是在用眉笔之前 先用眉粉去把那个眉毛的轮廓 画出来 眉粉就是这一盘 自己日常就是混合这两个颜色 你们看这样扫一下 是不是效果还挺明显的 一会用眉笔画也会更容易 掌握它的范围 好大概就是这样 随便扫一下就可以了 眉笔还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Bobbi Brown 零七号色 我可能这辈子真的不会再换眉笔了 眉毛就这样吧 一会儿越画越奇怪了 眼影我今年最爱的两盘呢 就是它们 一个是Dusk的 一个是Clio的 这盘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有奶油橘性色 我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颜色 色彩饱和度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上脸之后也是非常的温柔 如果是比较喜欢这种奶奶橘橘色系的朋友 这盘眼影我真的很推荐 Clio的大家最近 这两个月也是看我说的非常多 虽然我是11月份才买到了它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进入我的年度来用 这盘呢它就是会更加偏这种烟熏玫瑰色 很多朋友都说想看我怎么画这一盘 所以今天就是用它来上演 因为它这个色系的差别确实会比较小一些 所以我日常就会简单的混合几个颜色 那我今天就用这三个颜色好了 大面积的铺在你的这个眼皮下面 我每次画的时候会习惯往眼头 就是鼻梁眼窝的这个地方晕染一下 这样你的那个轮廓也会看起来更深邃 下眼影也是这三个颜色 非常重要的一步呢就是 再拿一个这种平头的眼线刷 用定妆喷我把它喷湿 最深的棕色贴着你的这个下睫毛根部 眼球正下方 往前自然延伸一些 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就是平着拉 你们看画和不画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这边就是更加灵动有神 今年最爱的睫毛膏有三支 就这三支它都是不同的效果 大家就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日常的话我最爱的就是CLEO的这个 也是我爱用了很多年的 它就是那种超级持久 你一整天用下来它绝对绝对不会塌 而且非常的防水 就你卸妆的话一定要用眼纯卸妆水 这支是无印良品的睫毛膏 它这个刷头你们看是这种非常非常干净的 所以它刷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极致的干净纤长 特别适合那种小自然睫毛的朋友 还有一支是这个橘朵的睫毛膏 这支是这种超细的小头睫毛膏 因为我的下睫毛真的就是完全没有特别的短 而且特别稀疏 它就可以刷得非常的精准 而且也是很持久不容易晕染 用你的指甲把你睫毛尖端那种多余的睫毛膏 给它刮掉 好啦就是这样的 今年最爱的画卧蚕工具 BIA的卧蚕笔 4号是13号 它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粉棕色 特别的适合来画卧蚕的阴影 也是在眼球正下方去画最深的一笔 不要从眼头开始画哦 会很像眼袋 占取这种稍微深一点的粉棕色 去把刚才画的这个卧蚕 浑染一下 就让它看起来更像是本身自然的阴影 今年妆容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爱上的贴假睫毛 一直都是这个牌子 之前被朋友种草的 然后再也没有换过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吞扩 我日常拍照啊 录视频全部都有贴这个假睫毛 贴假睫毛的工具就是这两个 一个这种平头小夹子 还有Dolly Wink的假睫毛胶水 这个非常的好用 要把它贴在你自己睫毛的下面 效果是不是超好的 立刻眼睛就变得很大很灵动 今年我最爱的眼线还是橘朵的这个 持久不晕染 所以我就一直卖的都是这个 只拉一个小眼尾出来 下面呢就是我妆容的另一个重点腮红 我今年是选付了好多五块 都是我自己日常用的最多的 每一块都是那种铁皮了 这个是毛哥平的806 特别淡的粉紫色系 色彩饱和度我可以看到不是很高 我每次就是会搭配这种小的腮红刷 扫在我的面中去当一个提亮 就它的颜色会比那种白色的提亮更加自然 这块呢是NARS Behave NARS的这个包装真的太不耐脏了 我平常又不是一个很常清理我彩妆的人 好像也是我去年的年度爱用吧 上脸之后是特别融入你皮肤的那种红润感 显色度不会很高 你刷很多次都不会看起来太红 显得你气色特别好 是一个很日常元气的颜色 3CE的这个腮红色号是Nude Peach 这个是我上半年非常爱的 非常的夏日果质感 很温柔 跟我刚才推荐DASK这盘眼影 是超级的适配 这个颜色就真的很日常很百搭 虽然也是跟CLIO一样 是我11月份才买到的 但是我真的买到之后 几乎每次化妆都会用 偏暗的那种灰粉色系 有一种很干净的清冷感 颜色也不会很明显 会给你的整个脸增加一些色彩 看起来不要留白太多 把眉骨 然后眼下颧骨这块区域 全部都扫到 再用一把这种小的点彩刷 偏粉的颜色 就这样给它扫一下 衔接一下 腮红部分我最后推荐的呢 就是Addiction的008 这个也是反正我去年有推荐过 看起来会觉得很普通 没有什么买的欲望 但你们看它的试色 就涂在皮肤上 真的会显得你的气色特别好 有一种面若桃花的感觉 而且也会显得你皮肤质感特别好 非常适合春夏的颜色 但大家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少量涂太多了的话 它会显得有点荧光 最后呢就是口红的部分 我是选出了这几只 Intrude的EM05和EM09 朋友们不用我说了吧 我已经推荐了四五年了 EM05这个色号是我的万年打底色 但涂完之后整个嘴巴立刻就是变得很饱满 平常画那种很自然的素颜妆 我就会单涂这个颜色 然后是EM09这个色号 它跟EM05比起来就会更偏红棕一点 补出来就很温柔很奶乎乎的感觉 大家日常看我的照片啊 视频可能80%都是这两只的效果 非常地喜欢 今年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 亮面包装的色号是WE 这个颜色相对来说就会更粉嫩更元气一些 哦这个颜色也是超级的美 这个呢是我去年上半年比较爱的 它的质地会更水更薄一些 那种泥感不是很重 还有最后一只 这一只是我很难得选出来的一只镜面的 就大家可能平常看 我真的很少用这种镜面唇用嘛 它涂出来之后就是一个这种镜面感很强的 奶油裸橘色 它这个颜色是真的很好看的 我超爱 会显得你的嘴唇很饱满 我发现我还需要一点卧颤和鼻头的高光 直接沾取一点这个遮瑕在手上 预染一下 点在鼻头 卧颤也来一点 提亮一下真的有点不一样呢 年度妆容就完成了 我真的录了好久好久 而且讲的就是感觉还蛮详细的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 那就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